关注达芬奇专业解判 将真会为散户撑伞 那老粉丝的话 看到最近几天 我们其实更新的不是特别稳定 包括早上直播也没进行 包括明天再请个假 最近比较忙 大家自己看盘面就懂在忙什么 这里比较晚 我还是特别给老粉 给大家发个视频 给大家闻一下军心 目前这个位置 延续我们原有的策略 继续坚定的 吃肉就行了 躺着等肉越滚越大就行了 千万不要银头小利就下车 也不要在成本微附近经不起震荡 当前市场的观点 我们首先在上周五的 就提醒大家了 从上周的技术格局来看 市场本周是要出中阳或者大阳的 那这中阳大阳是针对小票 中阳或大阳 这7月5号给大家发 大家应该能看到 那现在7月12号 本周走下来 大家应该也看到结果了 然后再把本周一市场 小票还上 一度还跌了两个点 但大家看到现在 已经彻底包回来了 那这个就取决对市场的论知 这天小票跌两个点 我相信很多人 他内心是很恐惧的 很崩溃的 但大家还是要相信技术 技术是什么东西 技术它不是一个预测 接下来行情发展的 技术不是一个能够预测 绝对接下来行情 是什么样子的 没有人能够绝对知道 明天是什么样子 但技术是什么 技术比方你弹簧已经压缩到 很极限了 所以接下来弹簧会快速的 大幅度的撑开来 这个是可预见的 那技术就是你判断弹簧 现在是压缩的状态 还是拉伸的状态 你要能够准确的把握 那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大家看下来应该也知道 长期正确的人很少 所以早7月8号这一天的小票大跌 我们认为它其实是附赠的 给它额外附赠两个点的小票收益 如果你有当时有资金 能够去把握一下的话 当然我们不做交易建议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当前行情发展的如何 接下来行情怎么看 首先这上证指数 周一您可以选 周二大阳线反暴 周三略做回调 周四阳线继续拉伸 目前多头的发力情况 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当然没有出现过很剧烈的连羊 但是这个位置大家不要怕 这个位置是非常典型的 少阳对老鹰 也就这个空方 是一种吹吹老矣 是一种后继无力的一种姿态 而多头 你不要看它好像 近三推二 走得非常的不坚决 甚至一步都表现特别的弱 但是这少阳 接下来它会蒸蒸日上 一个在走上坡路 一个在走下坡路 所以这个未来还是比较清晰的 所以当然这个叫投资是未来 所以需要大家用智慧才能看得到的 所以没有智慧的 真的没必要看我们视频 看了你难受 因为你有时候觉得 比方我们现在说点实话 你又说不了了 你在那边大人的样子又很丑陋 显得又蠢又丑陋 所以都没必要 所以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这一轮我们从顶部躲掉下跌 躲掉整轮主跌 在进入底部去之后提醒大家 可以开始分低关注 我们关注的是以权重为主 当然这时候 现在有些老粉的 它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在上周提醒大家 这里小票预期反弹会比较激励 小票会中 大家看上正值的时候 今天才涨一个点 本周中正2000 今天中正2000就涨了三个多点 周K线上直接是一个扬包音 所以的话小票明显表现得更加的激情 把周一的附赠再收下的话 空间是非常的可观 那有些老粉在这个地方 它有个疑惑 那么我们要继续把握权重 还是要不要调仓小票 这个我跟大家讲 首先你要 大家作为我的老粉 大家要意识到一点 所有事情必有代价 有付出才有收获 没有既要又要的 所以大家只能做选项 所以大家拿权重的话 优质资产的话 这一波回调幅度相对轻 压力相对小 底部折腾过程之中 大家相对顶得住 但同时你也会失去 我们就会失去小票爆发的 这种暴力性反攻的收益也得不到 这个判定我们也比较早在反转 在进入底部去之后就提醒过大家 这一轮预期小票会好一点 那大家持仓偏小票一点 你前面的压力也会大一点 都一样的 熬到现在都会赢 都会赢 小票承受的压力大一点 他赢的也会稍微多一点 但因为很多人他会拿小票 他会早就他会倒在黎明前 他会压力承受不住 而买大票的相对没什么这个方面的问题 所以优质资产还是长期 我更建议大家所把握的 小票有些像现在这时间窗口 会比较占便宜一点 大家根据自己量力而为 明确一点 我建议大家还是长期优质资产 小票量力而为大家容易高估自己的力量 所以整体市场格局这个地方 我们继续往上看 而且现在就是底部反转过程之中 一样的我跟大家讲 在6月27号28号 你无法看多的 你现在拉几根阳线 你也看不了多 你也害怕一买 他就再掉下来 再下一个台阶 但这个对于真正炒股赚钱来说 他不在乎的 他不在乎 因为根本不想着买在最低点 现在这个去机会远大于风险就可以了 大家会看到好像连续下跌 但是一转眼又拉回来了 好像连续下跌一转眼又拉回来了 我们看一下平均股价 好像跌了很久 你看现在又回到这一个 平均股价又回到15块7毛6了 明天稍微波动一下 又是16块钱了 又是16块钱了 但是你看 我们在躲下跌的时候 当时在18块7躲下跌 这是没有回头路的 你拿得越久 拿得越久亏的越多 而现在就很简单一点 发现亏不动了 对吧 有些资产拿得好一点的 可能已经见红了 有些票选的好一点的 可能已经见红了 配置好一点的 所以当前这个区域 老粉们有注意 最近的时间不是特别稳定 可能不能够跟之前的底部一样 天天给大家两个视频杂气 但是大家在这个地方 要拿出这种老兵的姿态 你们一定会是胜利的 因为你们长期关注 我说明你们的智慧和认知 大家都是在哪个层次的都很清楚 所以我们这一群人成功是必然的 但所有的成功之前 它都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和一个坚持的过程 我们现在就在坚持的过程里 在坚持的初期 所以越是在初期 它看似震荡模型比较多 但其实初期 它也有很大它的一个优势 所以大家应该正暖花开就可以了 大家捂住口袋里面的带血的廉价筹码 任外面风雨飘摇 任外面两岸原声提不住 那些都是个那些哪是 那些都是不会思考的猴子 我们呢青州一个万中山就可以了 所以给大家坚定一下军心 当前去我们不做交易建议 当前去从技术角度 从主力资金角度来讲 持续流露的 我们在前面提醒过大家 主力流出散户接盘 进入底部去之后 我们反复提醒大家 主力持续流露 偏科技偏消费电子这一些 偏科技题材 主力资金流露比较多 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波 可能会偏偏偏小票好一点 但个人持仓呢 还是以权重为主 是稳健的收益就可以了 不做任何的交易建议 那些在顶部套下来 推得细利化了 就看到我们逃顶成功之后呢 觉得自己能够找到救世主了 老虎能相信我们判断 但是呢 在这个16块5 市场进入底部去之后 反复折腾 过程中平均股价 一度到15块钱左右 我这么跟大家讲 因为前面没有亏损的人 他的心态会相对好很多 最后的胜利呢 是一点一点的优势积累起来的 所以一开始的失败者呢 你后来那一块多的波动 你顶不住也很正常 那不是我们的问题啊 而是你自己一开始 就是个失败者的问题 但是呢 成功了 他的优势呢 一点点积累下来 那你现在这一块 把一块来钱的波动 就顶得住 顶得住他后面的落就吃得到 所以是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领布套下来 亏了很多 你刷到我们视频 以为找到救世主了 跟着我们一起抄底 又能够吃大肉 结果你发现股价还一度往下跌了 一块多 你特别的怨愤和不平的 也不要关注我们 也不要后面继续看 你不太合适 这世界上不可能每个人都当老板 不可能每个人都做企业 每个人都创业 也不是的 需要人打工的 需要朝九晚五的 有些人他只是暂时在朝九晚五的状态 但有的人他注定 朝九晚五对他来说 可能就已经是最好的状态 这不一样的 所以眼界这东西呢 不能强求的 有的人他就是有 没有的人他就是没有 好啊 所以呢 大家一步呢 我们其实他也折腾了很久啊 一个月的反复震荡 反复往下探啊 来回的摩擦 其实也是前率即穷了 他呢 没有办法从我们手中 把廉价筹码骗走 那一个多月了 他也弄不掉了 该赢的也就会赢了啊 所以呢 也提前祝贺老粉丝们 又打赢一场胜仗啊 一两周之内的话 胜利果实应该会大幅度的展开啊 之后呢 要注意的就不是 不要呢 拼脚力就就落袋啊 要吃口大的啊 吃到下一个周期 再次你看全市场拼命看多 全市场拼命看多 我们坚定看空 离场 获利了结的时候 到时候呢 我们再把 投码从便宜 拿到贵 再卖给那群 所以呢 也是感谢老粉丝们的支持啊 也感谢在这场中呢 追涨杀爹 不把本金 转移给我们的 这些天才们的 发挥 稳健发挥 以上内容啊 祝大家投资顺利 身体健康 最近早上我们不好 不好给他 顾不上给大家播啊 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 技术牌达芬奇 在主页新进粉丝群啊 下周之后忙完了 我们还是会早上 给大家实施免费的 解读这个盘面的 资金流向和技术结构状态 当然啊 我们能够让有智慧的人 更快的成功 但对于那种没有智慧的人呢 我们没有给他再造的能力啊 所以大家不要勉强 不要勉强的去关注我们啊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